高爾夫球練習場不得了了 因為據說這個透天錯 目前市值破億元 很多人很多次都向新北市府來檢舉 但是都沒有下溫 頂了一個這麼大的高爾夫球場 台灣史上唯一空中高爾夫球場 今天早上我帶著球竿想要去那裡打球 結果被拆掉了 被拆掉了 這個地方在中和首富 在這個地方蓋了一個空中的高爾夫球場 這中和首富的接班人掌門人 就這次要選立委的張志倫 這個事情被爆發了以後 他直接說 這又不是我蓋的 是我家人蓋的 每次都要怪我 這個很熟悉 跟那個侯孟凱一樣 侯孟凱說 侯孟凱你爸在中國什麼台季連 當什麼幹部 當領導 我爸的事情你幹嘛問我 他在中國生意做那麼好 幹嘛問我 好 然後還有一個追夢人 戲子追夢人 戲子追夢人叫做廖先祥 廖先祥 不是他爸爸蓋了一個要追逐夢想的地方嗎 要去那裡種田嗎 這個廖先祥三次說什麼 這是我爸蓋了你也要問我 什麼都問我 這三個人只要講到他父親的家人的事情 全部推掉 所以這三個人現在新的封號叫做 新北三媽寶 新北三媽寶 張志倫 洪孟凱跟廖先祥這三個人 什麼事情就說那是他們老爸老母的事情 人家科匹 科媽媽 定路這次也是嚇死了 張志倫你給我衝高的風球場 你實在是有狗狗 人家科媽媽對不對 他是洗衣髮髮 那一種還情有可能 好 今天說那個違建 他說那個四樓是什麼 以前就存在違建 新北今天出來說 說不是喔 四樓是新違建 然後三樓是繼承違建 所以你不只四樓要聽 你三樓要聽 好 今天出來說一句說什麼 我都猜囉 我都猜囉 你看那個廖先祥也猜囉 廖先祥也猜 我以為我都猜囉 賴清德 你們在那個萬里那個豪華的豪宅 什麼時候要猜 拜託 要騙你們家怎麼比 你們家的地一萬七千坪 一萬七千坪 兩桌台北車站 那啟三十坪到四十坪 啟慈城樓 也可以啟五千坪 拜託 你們國國有行事的安靜 你們弟弟打警察 上來都說要道歉 全部一樣都你的 都你的 接班人 掌門人 你教我都說人家是豪宅 張志倫 你把你把這個事情推給你的家人 說什麼人家人裡面有什麼創黑的 用那個費用有沒有 外用 外用 用外用 然後呢就說 那也跟我無關 那都不是我 不要在乎我 專門把這種事情推給家人 推給自己的長輩 非常的不孝 你今天我們選舉是因為張慶忠 你如果有背後張慶忠你不知道就算了 你現在有事了 你就要把這個事情推得乾乾淨淨 新北三馬寶今天第三位出場 叫做張志倫 好 所以請到鄭浩 那你看啊 他推給爸爸又沒事啊 鄭浩大概就是這樣啊 不過這次算快喔 張志倫說今天拆掉了啦 拆掉又沒事嗎 爸爸哥哥的又沒事嗎 重點是 新北市府有接過檢舉啊 那怎麼又跟上次一樣能處理呢 這個案情不是有沒有拆掉 這個案情是 為什麼沒有踢爆就不用拆掉 你懂為什麼 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這是這個新北的這個算是 世界奇觀 世界奇觀 圍件一般分三種等級 Level 1 我說頂樓的圍件 頂樓的圍件 廖先祥那種叫做resort 度假村這種不算 Level 1 Level 1的圍件呢 一般來說就是 就是這個柯媽媽等級 曬衣服 匹沙 匹沙而已 曬衣服 有鐵皮而已 這是Level 1 有些鐵皮 匹沙 然後這是Level 1 那Level 2呢 有人就過分了一點 就是說我圍件蓋起來後呢 我幹嘛 我出租 你說套房出租 都是頂樓的圍件 停車場出租 對 不是 套房出租 套房頂樓的套房出租 這就是Level 2 圍件就很過分 才給我營利 那但是張慶忠這家族 叫Level 3 不缺錢的 很高雅的運動 打高爾夫球 我在頂樓打高爾夫球 一般頂樓 我看過打乒乓球的 桌球 對 桌球 乒乓球這種 很少看到打高爾夫球的 這次真的是驚偉天人 因為今天週刊一爆 他們家頂樓蓋回 算是叫做Golf Club Golf Club 那個廖先祥叫做resort 這邊叫做Golf Club 叫做高爾夫俱樂部 就打高爾夫的嘛 所以很誇張 這是第一件事 他們家一不缺錢吧 二 連這種違建都要用在如此高雅運動 這是第一件事 那件事他們家違建很誇張 導播我們剛剛回頭看那個違建空拍圖 有沒有發現他們家違建比隔壁都高啊 我看 我跟你講喔 他們家違建是兩層樓 違建中的違建 這邊這邊這邊 他們家原本只有二樓 法定建物你看右邊那些都是只有二樓 等一下你是說他原本只有到這邊 這邊上面都是假改的 他的三樓是違建 四樓也是違建喔 哇賽 這是在玩積木樂高 對 這已經不是違建 這是樂高 就叫跌跌樂 你看右邊那個那個 是不是只有他一半 兩層樓 對 對不對 差很多欸 所以已經不是這樣跌跌樂啦 我跟你講 他的第三樓算是繼承違建 我也可以接受早期嘛 可是後面這個就是加的啊 我跟你講 三四樓都是加的 但是三樓是繼承違建 四樓 新北社蔡園大隊任地 他的新違建 最近才蓋的嘛 因為張大少爺的興趣 缺一個半夜的時候 喝完咖啡想灰灰乾的地方 才給他加上去的嘛 所以這是違建中的違建嘛 這是第二件事情嘛 對不對 第三件事情 才幾乎到最大的重點 第一個是他的違建 比較高雅 跟人家不一樣 Golf Club 第二件事情 他是違建中的違建 是跌跌樂嘛 對不對 第三件事情嘛 為什麼沒有劍爆都不踩 我最近去中和跑一圈喔 地方人士都知道這是違建喔 因為在四樓公園旁邊 而且四樓公園寸土寸金喔 雙和最貴的地皮 就在四樓公園這邊 你很明顯嘛 一整排的二樓 你家四樓 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新北市政府不知道 民眾說他有檢舉嘛 所以這就是這個家族 在地方的勢力嘛 爸爸是立委嘛 媽媽是議員嘛 財產申報 土地三百多筆嘛 這是他們家族的勢力嘛 結果呢 還不夠 這個政治血脈 要繼續延伸給張志倫嘛 只有誇張地方 我今天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以為一時眼花看錯了 因為頂樓家蓋 違建我們是聽蠻多的 也看蠻多的 第一次聽到頂樓家蓋 你說眾眾花花草草 空中花園 已經算是先情意志了對不對 空中高爾夫球場 我還真是第一次看到 我真的開了眼界了 我佩服張志倫 我真的佩服 因為我們平常要去練習場 想要走很久的時間 他們都不用 對 而且還不用預約 對 有時候練習場還會客滿 對不對 他完全不用 因為個人專屬高爾夫練習場 帥氣 而且你知道嗎 你知道一個最普通的高爾夫練習場 就算你只是練習推桿好了 你覺得我們一般小房子有辦法做嗎 你根本沒辦法做 桿子揮一下 後面就敲到牆壁了 其實他設備還蠻好的 因為邊邊還有圍起來 因為球一般揮的時候就噴出去了 對 所以我不曉得他是用人工草皮還是天然草皮 如果是天然草皮的話 因為那邊曬不到太陽 你可能還要 搞不好那屋頂還可以電動開河 沒事要打開曬一下太陽 要不然草皮不好養 就離譜啦 真的是離譜啦 那張志倫今天反應更離譜 你都去那邊打過球耶 而且還不是只是偶爾去一下 你還常常去耶 結果事情全部推到方式殘權不是我的 為什麼國民黨的老是提名媽寶咧 對不對 你看廖宣祥也是這樣 張志倫是這樣 出事通通通推給爸爸推給哥哥 那我張志倫我問你 沒有你爸會有你今天嗎 沒有你爸你何德能今天可以選立委 你告訴我 那你不要說不分區裡面還有一堆正二代嗎 對啊 雖然正二代也是可以啦 但是你的後續是要被檢視 你不要 張志倫比那些當不分區的正二代有漲進一點 人家至好自己拼區域選舉嘛對不對 那你張志倫你不要說出事都跟你無關 那請問你選舉有沒有用你爸爸的錢 你選舉有沒有用你爸爸的關係 你爸爸的組織你爸爸的裝腳你有沒有用 如果你有用你今天就閉嘴 你就不要把責任的通通推給爸爸 像個男人一樣嘛不要當媽寶 然後呢更有趣的是 新北市政府在2019年9月15號發了一個新聞稿 所以我們今天開始喔 現在開始用無人機喔 加強茶器違建 好很棒這政策很棒 問題是那為什麼都看不到廖先祥他們家的違建 也看不到張志倫他們家的違建 莫非你的無人機有經過電腦設定 只要是上面有擋灰的 通通當作沒看到 還是說廖先祥跟張志倫他們家的違建呢 有特異功能隱形房屋我們聽過隱形飛機 搞不好有現在科技有隱形房屋 就無人機拍不到 那你告訴我嘛 當然我也不是無理要求到說 你一個辖區所有的違建我都要知道 我知道這實務上不可能嘛 可是你的處理的態度 好金北市政府今天處理態度還算好 說四樓馬上拆 那我就問你廖先祥的違建現在拆到什麼程度了 自己圍離圍一圍說我故宮開除 那請問你建管處你的公務局你的都發局有沒有去監督 有沒有去追蹤後續到底猜是猜真來猜假的 演戲不能演半套 要演就要演全套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大概都會 侯友宜可能有覺得很願望 我沒要選總統你都沒出事 我一個選總統你都出事 現在是怎樣 以後腳嗎